红枣有名大枣干枣枣子等 属于被子植物门双子叶植物钢温带作物 红枣最早起源于中国 也有四千多年的种植历史 自古以来就与桃李梅杏并内为无果 红枣还具有耐旱耐劳适应性强 种植范围广泛等特点 红枣在人们的印象中是补血养生的佳瓶 它含有丰富的蛋白质 脂肪 糖类等多种营养成分 具有提高免疫力 补脑抑制 补去羊血等作用 并且红枣具有保护脾胃的功效 经常吃红枣还能补充益气 健脾胃 增强食欲 防止腹泻 那么红枣是如何哪些食物进行搭配呢 红枣和莲子搭配 会促进血循环 增强食欲 安神补脑 红枣和鲤鱼搭配 有自补暖胃 强行补血的功效 红枣和黑豆搭配 资因补肾 补去羊血 红枣和板栗搭配 能够补肾虚至腰糖 红枣和枸杞搭配 有养肝泥木 伤筋止咳 润肺止咳的功效 在生活中 红枣还有哪些常见的做法呢 红枣莲子银耳汤 红枣菊花茶 红枣粥 红枣糕 红枣菇汤等等 红枣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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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枣